妈 你不给吃啊 妈 就不给吃 干什么呢 干嘛 刚才这么没香醇 不吃 谁得回去 一带就断 多嫩啊 多水灵啊 这么好的东西 爷爷奶奶都不知道吃 哎呀太浪费了 等下跟她说一声 我记得我小时候 安奶奶安老爹 还摘了一个香醇 到鸡翅上卖的 这个地方香醇是最好的 这个全家 刚从老家摘回来香醇 今天就用她做几个菜 谁姐想吃什么 想吃半豆腐 半豆腐 最简单的就是半豆腐 前几天我看我老大人的菜家里来吃香醇半豆腐的 是的 我那边就这样吃吧 和炒鸡蛋 就是香醇炒鸡蛋 香醇半豆腐 最简单的吃法 还有别的方法 你跟媳妇似的 下回你回家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我爸 就是香醇一定要焯水 再使用 半豆腐的时候也是一样 焯水给它焯一分钟就好 焯水就迅速给它冷却 不焯水的话 香醇里面的压消酸盐 含量较高 吃的偏头疼 出完水之后把它切成碎末 不要看来的时候另一袋一出水出这么多 没有多少 五个鸡蛋 盐 鸡丁 香醇 油热下入我们的香醇鸡蛋 半个面 哇好厉害 一整个 给它另一面煎熟 这就两面金黄出锅 改动 装个盘 立马上档次了 必须 四个盐在超市刚买的豆腐 为什么切豆腐要放手上切 他们不怕切到手的 不会切到手 我看我妈也这么切 习惯了 香醇拌豆腐完成 香醇拌豆腐完成 刚才豆腐的煸饺料 有了用乳之地 粘碎 进去 香醇 一个鸡蛋 盐 鸡丁 一大碗面粉 这个就是弄到最喜欢吃的 炸豆腐丸 今天加了香醇 他肯定更喜欢吃 六天油温下里面炸 香醇豆腐丸 感觉能嫁给一个厨师 是最幸福的事情 你羡慕一下 我不羡慕 很香 外焦里面 而且炸香醇 香醇的味道 是最浓郁的 满屋都是香醇的味道 炸香醇的颜色 给它捞出了 听到声音了吗 听到了 外酥鸣的 热热的 热热的水炸了 没有扣福 人家吃饭的水中 看 四块钱豆腐 加三 六个鸡蛋 加香醇 做了三个菜 这个不行就做的 嗯 香醇藏蛋 香醇拌豆腐 香醇豆腐丸子 美酒里面 戴开 我吃尝尝 好吃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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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吃啊 你不能吃呢 我会吃这壶的 嗯 哈哈哈哈 不能吃呢 腌了 闻着香味了 香喽 不给吃 不给吃 你吃点米饭吧 不给吃啊 就不给吃 你想不给吃 想饭了你还不给吃吗 哎 哎呦 吃这个餐了 咱俩滚了 你滚了 那我比我还好吃 哈哈哈